大家好,我是格子 刚才从网上呢,看见一件特别令人感动 值得让人深思的事情啊 就是在一次随堂考试当中呢 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 妈妈买回五块饼 要分给四个兄弟 怎么分最公平 那有的学生就说了 这四个兄弟一人先分一块 再把剩下的那一块平均分成四分之一 一人一份 这样这五块饼就公平的分给这四个兄弟了 班里的绝大学生都答对了 但有一位学生给出的答案 虽然不是正确答案 但老师听完却落泪了 他说第一块饼给妈妈 剩下的四块饼 兄弟四人一人一块 虽然这位学生的答案是错的 但是他的回答 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 其实提到教育呢 是每个家长都非常关注的话题 相信每一位家长 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家长 在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 就给孩子报了很多班 比如英语班 艺术班 甚至还有很多超龄化的教育 当然注重科学文化的教育 是无可厚非的 但我个人认为 更重要的是育人的教育 育才先育人 就像这位小学生给出的答案一样 应该先给妈妈一块 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感恩都不知道 那么就算他满腹经伦又有何用呢 将来又怎能报效祖国呢 就说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许可心 如果他的学习成绩不好 怎能出国留学呢 可是我们却惊讶地看到 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留学生 却平凡在网上发表辱华言论 其实在这背后体现的就是 爱国培养的缺失 道德培养的缺失 其实许可心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也在提示我们 在育才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育人的培养 只有先学会做人 你学的一切知识才有价值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育人比育才更重要 好那朋友们 你们赞同我的观点吧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